好 我們講電 來 告訴我 電怎麼被發現的 應該是冬天的時候 手會痛嗎 怎麼痛 挖進嘴裡 為什麼會電到我 那時候不叫電 誰刺了我 難道是一隻小精靈嗎 對不對 就電到了 有試過嗎 沒有試過 為什麼 天空中閃電 以前也不知道天空中閃電是什麼 所以那叫做天火 那叫做天火 不知道他是電喔 以前不知道他是電喔 以前為什麼不知道他是電 因為笨 也沒辦法連結 因為那時候他們不知道電是什麼 以前看到那個打雷 就造成生命火災 所以他說那叫天火 對吧 身體裡面有個故事啊 叫天火 天火 天火 他頂多很多人把他聯想成 無受人把他聯想成 那跟隕石很像 隕石是天火的一種 從天空掉下來的東西造成生命火災 天火 打雷天火的一種 知道什麼時候叫做打雷其實是電 不知道 因為布蘭克林去 白石拿那個風箏去營 好 布蘭克林他做了實驗 這是巨數啊 布蘭克林覺得說 到底天上雷是什麼 他在做實驗 他放風箏上去 然後上旁邊鐵絲 把電線 把那個電倒下來 倒下來 他這邊有個鑰匙圈 鑰匙圈地板接 就發現打雷的時候 他手裡到那個 廟前會發光 這產生光 那光跟我們 譬如我今天在冬天 我碰到你的時候 會產生光很像 你看晚上一樣 假設現在天氣比較乾燥 回到室內 你室內一個老鼻子搓一搓 就會有 對 如果你室內有 用廚石衣更明顯 你脫毛線衣的時候 啪啪啪啪啪 我脫毛線衣比較厚 脫毛線也很痛 但是你會聽到啪啪啪 我自己有 脫毛線衣 整個毛線衣 身體這樣啪啪啪啪啪 它會打到很棒 雷神鎖 如果是晚上沒有燈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火光 啪啪啪啪 就看到火光 可以試一下 為什麼不會燒起來 因為很快 速度很快 如果是很多啪啪的話 很多啪啪 不會在重頭點上 所以不會 它分散 然後那個 那個打雷 它的鑰匙接下來 那個火光很像 所以它是推側 那個是電 鑰匙怎麼沒有開 鑰匙怎麼樣 鑰匙怎麼會壞掉 不會啊 不會壞掉 我冬天的時候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 我每次回到家 我去看個門把的時候 都會被電到 都一定會被電到 走在路上 空氣乾燥 身體摩擦 我身體都帶靜電 所以我去碰它 都被電到 那後來怎麼解決 我就拿個鑰匙圈 拿鑰匙 我這邊要捏緊 捏緊 捏緊去碰它 它就不會電到你 所以 放拿著那個 剛好有設備 我們去看一下 右邊 這裡是這個發電機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剛買的 剛買的 剛買的 看起來非常危險 看起來非常危險 這是什麼 發電 這是經列發電機 送電 你需要一個特意來發電機嗎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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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卡得到 哪個 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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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更摩擦板而已 這點 這邊有金屬絲 你看金屬絲 可以把電倒過來 金屬絲可以把電吸過來 電吸過來 電吸過來之後呢 它透過中心 它傳到這邊來 它就更摩擦板的這邊 只有那個 彈 用圓盤的 對 那邊有把線接過來嗎 這板你可以接線出來 它可以再做別的時間 它就往下 好 你馬上去開一點點 越電了 手就越好 快 快點 OK 這樣有電了 看起來 可以 對 這樣有 它有 它有 它變到 好 好 好 我先把它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就不會了 遠一點就不會了 別擦了 太多了 沒有電 我剛剛就試過了 沒有電壓 不會 還是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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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很強 你可以一邊轉一邊 對啊 快點轉 腳 好 那我們現在做個實驗 做個小實驗 這好像那個喔 那個沒有瓦斯的時候 這樣都會沒有變 那你轉不轉 碰到路面所以沒有變 那直接倒就摸出來 這樣就會超長 看一下我們現在要點瓦斯的時候 停停停 我要點火了 我們可以有人把這個放在中間嗎 好 不要碰到喔 手要很穩 他會移力 他會移力 要變 兩邊呢 喔 太大了 他這兩邊都在放中間來嗎 他在這裡 在兩邊 喔 好可憐喔 你拉高一點 可以靠近尖狀的地方 哇 好 請問要你敢不敢這樣子 沒有了 你敢不敢這樣子 不敢 好 正求一個支援者 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他在高電壓 我記得說高那個 你要抓緊喔 只有高電壓 會嗎 會怎樣 沒有怎樣 好 解釋 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拿鑰匙去碰他的意思 我當我這邊鬆通的時候呢 電會經過我的手 打到地板去 那這時候因為我有界線 所以那電過來都會碰 可是我如果抓緊的話 我手跟他接著很緊的話 電也是偷偷我的身體 他不會有啪 他就直接過去了 他不會痛 那像這個狀況 如果簡單一樣 更誇張一點 應該是這樣 我手抓到這邊 我手放在這邊 這樣電一次有通過身體了 哈哈哈哈 幫你玩 幫他電到手 我怎麼不敢 我記得說 但是沒有倒空的時候 沒有倒空的時候 會沒有問題 這樣子 他不見會往上啊 為什麼 我說不見的啦 我說不見的啦 他才有最快的距離 那如果放個燈放在上面 那再放會亮嗎 那他不容易 你靠近他過近的時候 他會從那個中間走 如果決一點的話 他直接從中間走 他就不走過那個豬 那現在美國不秀 他可以發生那種 雷射光 他可以發生那種 他送什麼圓裡 美國啊 他像不做的什麼 什麼雷射光 他可以發生那種 那種雷射光 那是什麼圓 那是什麼圓 先去做的 你會不會太遠 太遠 喔 中間放一個燈泡 他給了誤會就會有 你需要一邊燈泡嗎 還要我們中間放一個燈泡 燈泡沒有用法 不會啊 燈泡怎麼樣 你需要燈泡怎麼樣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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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身體絕緣 身體絕緣 你身體絕緣 這樣會不會碰到嗎? 其實它不需要一定要碰到,它需要一點點距離 細節跟純電的力量,它純電存在電壓才會發電 這個兩個桶是用來純電的 所以如果把這個桶子弄乾淨的話,它就可以存在 沒有錯,你這個日行發電 照顧它10秒左右,有多管 有沒有,它有那個大電打雷啊 這樣會啪一聲,那就是純的電夠大 這樣就啪啪啪,對不對 你想像它有放到一千杯,兩千杯,就會啪啪啪,那種聲音是不一樣的 好,所以一開始我們看到 電,我們就是一個現象,就會碰,有個東西 它會發現說,事實上最容易產生電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冬天打乾燥的時候有摩擦 它會發現說,我拿琥珀跟拿羊毛皮 我這樣摩擦摩擦,兩邊就會帶電 我這樣碰,現在靠電的時候,在那邊這樣啪啪,什麼 好,謝謝你啊,請過來唱這奇怪的歌 好,他就這樣子碰摩擦,他就給採了一點 會有一點碰摩 會啊,會啊,會啊 就是會有一點碰摩 會有一點碰摩,會有一點碰摩 會有一點碰摩,會有一點碰摩 然後,什麼樣的去研究他,就有開始研究 他就拿個東西 我用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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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讓他帶層電 然後,我去聽聽他,他們就開始定了說 好啦,陰陽嘛,陣木嘛,他就把它變成陣木 對,陣電那邊是從發現電,那個時候 對對對,他就拿,我忘記是誰定一層陣喔 他就拿羊毛跟琥珀摩擦摩擦 摩擦完就當作,這是陣電的附電 啊,什麼樣的啊 就這樣,就這樣 那其實,喔 應該有時候被定了出來,所以陣電附電就被定出來了 代名詞之類的 對,因為他就說那樣是雅的極性嘛 就跟男友一樣,就兩個極性,他就這樣定出陣負 到底是琥珀是陣電還是楊毛是陣電,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他也不重要嗎 好,接下來呢 他只是用兩隻 接下來呢,他就會拿琥珀,這是楊毛的,摩擦摩擦 我說小時候這是陣電齁 我接下來就拿玻璃,去摩擦摩擦,靠過去 如果他會香刺,我就說這是陣電 如果他會香刺,我就會附電 玻璃為什麼會有這個 玻璃為什麼會有這個 玻璃不帶清電啊 他有帶清電 基本上可以帶清電的東西,都是非導體 非導體比較容易帶清電 不好導體的東西 因為電頭不動 導體的東西,電動可能會帶掉 導體能把電動導走 帶走 半導體的 半導體就是兩者之間,他需要改變電腰 然後再變導體,會變成非導體 然後再接受電壓不一樣的時候,他可以產生出動物 可是,如果你是講電壓多 那不是那個東西都變去彈腦 那只要低壓過後就可以停電了 沒有錯,你這樣講是對的 空氣是絕對對不對 可是當電壓非常大的時候,空氣會被導電 對 所以他是有限制的 通常來講說定義 因為我記得以前做那個 我們做彈藥箱 彈藥箱表面要除掉一種叫導電的液體 液體 他是一種油啦 一種油 他測試的方法說 我拿兩個東西去測試他電阻 他的電阻大於什麼樣的導電之下 他說這叫做非導體 非導體 低於什麼樣的東西叫做這叫導體 非導體 因為我們要避免靜電累積 所以我們要除掉那個油,讓他容易導電 然後 那第一某個磁子之下 我們就說這是可以導電的 他就是不會晉電累積 不容易晉電累積 晉電累積 其實簡單來講說 我譬如磨擦磨擦環 這邊磨擦過了 所以這邊帶電 這電就不會走 他不會太停留在這邊 他不會移動 他不會移動 這是非導體的話 他電就不會移動 如果這是導體 電會往哪裡去 什麼地方 你的手 碰到它 假設是土地 你不要想像中間 在中間 我叫磨擦磨擦磨擦過了 他帶電 電外在哪裡 到處裡面 這就是上面 到處跑 所謂到處跑就跑到哪裡 會自由移動 對啊,自由移動 想像一下 磨擦磨擦是帶正電 磨擦磨擦帶正電 正電外分布在哪裡 負電 哪邊有負電 空氣裡面 我說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沒有負電 沒有負電 我們現在的姿勢應該知道有負電 電子就是負電 電子就是負電 對啊,電子帶負電 誰帶正電 機子 這裡面有沒有負電 有 有沒有正電 有 我現在回來 我幫磨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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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正電 他正電分布在哪裡 電子旁邊 電子有沒有分布在全部的電子 有 所以全部都有正電 對 錯 他分布在哪裡 很短 錯 錯 再拆 再拆 錯 我覺得這裡可能它分布到 你手磨擦磨擦磨擦的其他地方 錯 這是導體 我在磨擦磨擦這一塊 我現在想辦法讓它帶電 這是導體 我現在想辦法讓它帶電 電 電會分布在哪裡 電就留著 電就留著 不會留著 我現在讓它帶電 我就想辦法讓它帶電 電要分布在哪裡 最乾燥的地方 電就左河在裡面 原子河在裡面 原子河在裡面 在這塊 這個正方形板子的哪裡 原子河裡面 呃 對啦 紫尺帶正電 都在原子河 但是分布 我現在講的是分布 分布在哪裡 分布 你手磨擦磨擦磨 不是 它是導體 所以它只有運動 它會分布在哪裡 你手磨擦磨擦磨 不是 就不用手了 不是 好 你們要回來嗎 回來想一下 正電跟負電會相欺 正電跟正電會相欺 所以它 沒有手啦 真的沒有手 不要一直想說手了 沒有手 就是它是全空的 它是一個金屬片 哇 這個物體裡面現在帶的電 電會分布在哪裡 正 因為它只帶一種電 它會分布在四周圍 為什麼 因為它鼻子都很討厭對方 不是 我這麼靠一下 你把你推開 一樣還是啊 什麼情況 推到不能再推 或者是要這樣 就推到最外圍了 哦 我把它推到最外圍 就推不動了 它出不去啦 旁邊的空氣是絕對 空氣不能導電 所以這時候我只要拿一個基礎棒 碰 碰 碰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電到 因為電磚都吸過去了 對 電磚都流掉了 這時候因為鼻子討厭啊 我很討厭你 所以把你踢開 如果踢到沒有地方 門是關著 出不去了 這裡面 露氣 爆針 只要沒打開 露氣宣解 電就全部出去了 是哦 就看到火花了 OK 三種意思 所以電是這樣子 它這是靜電電機 為什麼帶靜電呢 就是摩擦 摩擦摩擦 摩擦 摩擦就可以生電 我剛剛試過摩擦就可以生電了 可是只有一種電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種衣服啊 現在有人刻發明的東西 夜房電啊 我就是身體穿衣服 我在走動的時候 身體會 這個衣服會擺動 還有摩擦 只有那個人來衝手機的電嗎 它就在衣服後面這邊 加一點小小的 非常小 但是現在維基電可以做的 非常小的一個機構 它可以把這個摩擦的 產生的靜電 收集 通過這個線 這線都是絲嘛 我們這是絲線 它把絲線做成電線 收集到 我這邊挖一個電池 那個時候在電池裡面去 然後那個啊 多久就可以把 一個手機收保電 對 不見了 要把手機通保 要手機代息 我手機代息 我手機代息 如果靠著電就是電電 我只要走路的時候 你都可以把我手機耗電的電 充保就好了 那跑步會不會比較好 有可能 我剛剛去找一台電風扇 那電風扇就好 電風扇 那裡有電風扇的電 會怎麼拿去充電 它的意思就是我先去 我可能去旅行嘛 我可能去健行 去登山 要把他充電啊 拿這個衣服放在裡面 我就可以順便給他充電啊 對不對 反正摩擦 我跟你講 你摩擦產生的電 就是耗掉的 對不對 他會存存起來 他會說 因為我不充電 他就不會損失 不會啊 他就在損失你的能量嘛 可是你自己不損 要一直摩擦 對 我現在只說透過技術 把這電存起來 收益起來 所以讓你就可以 存在手機裡面去 我就可以多發一點電 我可以手機代息 身長一點 所以摩擦升電 是可以升電 所以比較好摩擦 那為什麼摩擦會升電 你想想看 為什麼摩擦會升電 學臉 這個問題要問你 學臉 電攤 我知道 為什麼摩擦會升電 你說 摩擦升電 他其實就是在我說 電子能量很強 他越熱的時候 電子能量 他就越來越跳 那個 裝備 你知道嗎 曾經有一次 跟我家小孩 那時候他們很小 我去一個 哪一個小孩 三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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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三的狀況特別明顯 那老三成就 他就爬到那個 一個溜滑梯 你看經常很小 你看老三看很高一點 他爬到溜滑梯上面去 他坐上去 那個風團 坐上去 他坐上去 準備要溜到他頭來 哈哈哈哈 我把全部翹起來 為什麼 今天會幫他洗手 因為我兒子會翹起來 我們可以坐耶 我們摸他的時候 可以請眩影摸那邊嗎 不可以 你摸就好 抓緊 抓緊 抓緊這一摸就會翹起來 絕對不摸 我們要放給你轉秀 一試試看 真的啦 所以你抓就不摸 絕對不摸 絕對不摸 趕快不要講 我覺得 球員已經刻了裡面 裡面都摸的球 那頭很棒 那頭很棒 清電球 超好玩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可以坐啊 你可以坐得到嗎 一樣晉電球 不用晉電球 這就可以做了 這才能晉電 這也是晉電啊 因為你也摸 因為他現在不敢摸 對啦 OK 停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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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個問題 問他頭髮翹起來 因為 我們要整個手 進化變成衝一下 今天你把他做 我們的身體氣 讓某種程度 其實是被倒地 不是是倒地 超強的 所以我今天風吹過我身體的時候 風吹過我身體的時候 他上去讓我產生 他就空氣跟我身體有摩擦 空氣跟身體摩擦 我身體可以帶晉電了 我身體帶了晉電之後呢 晉電會 我們剛剛講 晉電會分布到最外圍 所以我頭髮尖尖的地方 都有晉電 假設戴負電 頭髮都戴負電 那戴負電會怎麼樣 都戴負電會相似 怎麼樣會 怎麼樣會 遠到不能太遠 我遠到最遠的地方 我就吃一杯 分散最遠 那會不會變頭髮針 會不會有些是翹前 但是有些是在頭皮 當然沒有說 如果頭皮太黏 他就黏住了 沒有沒有 我說相似就是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翹前 也有可能 但是基本上 應該是會盡量朝外面 因為頭皮有帶電 他會盡量把它揮開 讓它揮開 去到最遠的地方 所以那邊 會持續多久 持續多久 會一直到那個 持續 慢慢的電在消失 就是鍋皮又被空氣帶走 然後它只要丟下來之後 我說 回來了 你小孩子 就要去把他爆他 那就 就電到 對 就很有趣 那時候很有趣 那應該先去打一個 金屬包的褲子 那我講這件回來 是剛剛我們 子彤其實很好的假說 說 之所以摩擦會帶電呢 是因為摩擦深熱 使得電子移動 就電子能讓變強 他要問你啊 我在摩擦深熱 電子移動 電子都加熱了 它是哪邊的電子到哪邊 為什麼它會帶電 他們都往哪邊跑 因為他們 他們電的移動 然後其實是 他們都 他們都 所以你看 這邊是琥珀 這邊是羊皮 羊皮跟琥珀摩擦 我們剛剛不講 摩擦完 都拉開 這是正面的負電子 然後兩個帶電 對不對 假設在摩擦摩擦 深熱的關係 使得電子自由移動 加速 電子想要離開 分開的時候 電子跑去哪裡 有一些在你手上 有一些在電子 所以兩邊是一樣多的 這邊電子跑一百個過來 這邊電子跑一百個過去 他有沒有帶電 沒有帶電 就沒有帶電 所以我拉開之後 一定有一邊的電子 跑到另一邊去 要帶電 兩個人都帶電 兩個人跑一百個電子過來 這個帶負電 這個帶什麼電 對 這邊導電性比較好 導電性比較好 那兩個羊皮會導電嗎 骨骼會導電嗎 電子超大 OK 真實情況是這樣子 我們所有的物質 你可以這樣子 所有的物質 對電子的需求性不一樣 不會 就是有些比較想要電子 噢 會搶來搶去 對會搶來搶去 所以說摩擦的時候 我比較想要電子的 我就把你搶過來 好話喔 你可以講 國性 那或者是說 就是有這樣的特性 誰搶誰不一定 但是就是有些物質 他比較想要 有些物質他比較想要 有些物質他比較不想要 想要電子的 就把他搶過來 搶過來他就帶負電 被搶有就帶震電 這樣 所以你有沒有一定要摩擦身的 不用 不用是讓他接近就可以嗎 可是要看國性 對 就看他電子對電子的需求性 現在不要講國性 因為國性在外面上有另外的定義 就是他對電子的想要的程度 那有辦法可以把需求度增加嗎 比如說原本 一般 有 你講朋友說是這樣做的 有時候要增加它的摩擦性的話 會把它變濕狀 會把它變濕狀 會把它增加面積 增加面積 增加面積 對 現在我們古收的人不知道誰會跑 他們就認為正負電都會跑 我們後來研究才知道只有負電會跑 因為負電是電停的 資質不會跑 那現在研究 但沒有關係 就沒有影響結果 古收的認為正電跟負電都會跑 現在的人才知道說正電不會跑 只有負電在跑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呢 有個金屬物體 想電水 不可以 想都不要 好 我現在有個金屬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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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物體就是導體 是不是導體 我現在有個塑膠球 塑膠球就是背導體 所有人拿的東西 你跟塑膠球抹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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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塑膠球就是帶電 對 容易 容易啊 它是背導體嘛 它很容易帶金屬物體 所以想說塑膠球的這邊都帶正電好了 OK 你要講塑膠球的正電為什麼沒有平均分布 因為這邊是負電 欸 不是 因為墊子都跑到另一邊 不是 因為它塑膠球 塑膠球就是背導體 所以金屬物體激 它不會動 表示我這邊它抹躺抹躺抹躺的時候 這邊的負電沒有帶著 它這邊是在正電 可是它如果裡面有負電 有啊 它也有負電嘛 電池很小喔 這裡面一定有電池 到處都有電池 只是說這邊局部 電池比較少 因為它電池沒有帶著 這邊電池沒有帶著 所以是在正電 沒辦法完全都拉著 不可能完全拉著 不可能完全拉著 因為電池在外面完全被拉著 它就像直指 它就會瞬間收縮 就變直指 直 就被黑洞了 蛤 就被黑洞了 這啊 變合容 好 把這邊腳往下根 好 就帶這電 所以把這個球尻過去 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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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吸過去 吸什麼 吸正電 啊 吸分數 吸負電 因為這裡面呢 這是基礎棒嘛 所以你可以想到它裡面的正負電都有 對不對 正電 負電都有 正負電都有 對不對 而且是已經分配了吧 已經分配了 它是帶電嘛 對不對 當我靠過去的時候 馬上喔 這個正 會把負的吸過來 負的就吸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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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局部呢 這邊會帶負電 喔 這邊都帶負電啊 這邊長大的這邊都帶正電 對不對 又會分離 又要分離了 然後這時候球再拿遠一點 它怎麼樣 它又會來負 它又會來負 對不對 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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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感應 靜電感應 我靠過去的時候 它被有負電拉過來 我遠離的時候 它又混在一起 可是為什麼一定是 互相吸引 沒有 因為正電只能吸引負電啊 喔 我這邊已經帶正電了 沒錯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正電會不會移動過去 正電會不會移動 因為正電我們講過是直指 怎麼會移動 喔 那簡單地講 那如果負電 這邊的負電被吸過來 這邊是帶正電 同意 好 所以我靠過來 靠過來 靠過來的時候 虛云很討厭 這時候 Creator ruined很討厭 disappoint 對 ь Collection 做什麼事 複電最 newer 複電電可沒有 什麼複電跑過去 �an Moi 我手的複電被吸進去了 喔 我手的複電被吸進去了 所以電手 就沒有電 那個負電 就被吸進去了 不會沒有電啦 身體的電都很多 不會沒有電 一定有電 電就被吸進去了 吸進去之後呢 把手拿開 這邊是不是多了負電 我再把這個球拿開 這負電會跑掉 那負電在哪裡 整個 是有移動 中間 中間 會分不大 中尾 為什麼會分不大周尾 因為他被討厭 因為負電跟負電討厭嘛 所以把自己踢一腳 他也把我踢一腳 所以負電會負到四周尾去 那個嘴巴就帶什麼電 負電 同意嗎 這就是要靜電感應 這要感應生電 我當時是高體生的負電 OK 想當他如果把自己改成負電 我手碰他的時候 我這邊在什麼電 會變生電 沒有錯 這樣子要想一下 想一下就是你們作業 可能要複習一下 好不好 不一定他就學會了 OK 下個